那么我们刚才呢大概分析完了这几种问题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一本逻辑书去读一读 然后有一篇文章其实挺有意思的叫Love is a Fallacy对吧 这个文章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 可以帮助大家很生动的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这个Logical Fallacy逻辑谬误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多结合一些咱们的argument writing去找一找这些问题 然后如果你们有新的发现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和我每一个人来分享 那么第三部分是范文分析 那么范文分析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六分范文有什么标准的要求 Clarity clearly identifies aspects of the argument relevant to a signed task and examines them insightfully 要能清晰地判断 要能清晰地看到查找到这个argument relevant to the signed task 要能找到这个argument的各个方面 develops ideas cogently organizes them logically and connects them with clear transitions 这句话我用红笔着重标出了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注意要注意这个 develop cogently organizes logically and connects with clear transitions 要注意我们逻辑连结的紧密性 逻辑连结的统一性 要注意我们每一点和每一句每一段之间转换 要有一些成上启下的连接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既对结构有要求 对语言有要求 要成上启下我们要有一些句式上的一些这个小ticks 然后也要有一些这个词语上的小ticks 然后要想把文章写得严谨 我们之前在讲issue writing的时候 说了我们结构上的一些东西 是一定要把它涵盖进去的 要让我们的结构整体显得紧凑 provides compelling and thorough support for the main points 这个其实是对大家内容和思想上的要求 就是你给出了你自己的一些点 你可能列出来了 这个argument writing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和另一个问题 我们还要给出非常详尽和扎实的一个support 一个支撑 conveys ideas fluently and precisely using effective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variety 要把这个理由非常准确和非常流利的传达出来 然后同时呢也要用effective vocabulary 我们之前在issue writing 还有在我们第一次这个overview的时候 都给大家进行了系统的说明 就是一定要用词 要避免用一些很生体 或者你自己觉得很好 但是你并不会用准确的词 要用有效的词汇 要用能够准确表达你意思的词汇 把东西说到位 要然后同时呢如果想得高分的同学 可以注意一下用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句型 对吧 句型也不一定都是复杂句 大家注意句型的有一些变化就ok了 就一定能够帮助你在这个得一个相对来讲 还比较高级的分数哈 那么这个是六分writing的要求 和issue writing有所不同的是 它更强调了这个内容上的这个资源其说 和它大部分相同的是 它强调了我们结构的严密 语言的变化 还有语言的严谨 那么我们看完这个 我们来进行这个例题哈 这个例题仍然是取自于OG 那么这是我们取自于OG 这个上面这个题 摩考题的这么一篇文章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其实我已经把关键点都给大家标注出来了 这个工作我希望大家在平时 我们做题的时候 然后自己去练习的时候 都要注意养成这么一个标注的习惯 你可能在机考的时候没有办法 那你就用笔给它写下 我刚才已经教过大家了 那么在平时如果你把它东西都打印出来 自己平时带着去复习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圈一圈画一画 能够培养你一个迅速 区分内容的一个能力 把内容分层哈 对吧 对吧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第一句话 基本上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前提了 它是基于什么呢 关键词是survey对吧 关键词是基于了一个 它做的调研 做的调查哈 那么后面 从这句话开始 基本上它就是在 陈述这么一个现象 所谓的facts 一些论据性的东西 我们呢现在可以找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总结性的东西 我们直接可以往下找 刚才说了一般都在倒数 一二行 三四行这个部分 可以找到conclusion哈 诶这儿 the city government should for the reason to vote more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should for that reason 诶 for that reason 其实它是一个关键点 对不对 就是告诉你了 因为这些理由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那么后面这半句话 就是我们要引起重视 它就是结论了 要做什么 devote more money in this year's budget to riverside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等于说这是一个 关于这个政府 要采取一项措施的 这么一个文章 这个政府基于一些 乱七八糟的理由 它要在这个 用今年的这个财政收入啊 投入更多的钱 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这个 河边的娱乐设施规划上 那么这个是我们 要找到要分清的内容 premise对吧 中间一些support对吧 然后最后有一个conclusion 那么这底下这部分呢 是我们说的这个direction部分 不像issue writing上课上次哈 我们上次上issue writing的时候 我把六大块的这个内容 全都放上来 给大家一一的进行了 一个细节的分析 那么我觉得上次课的话 大家肯定已经 大概掌握了这个方法 我们知道怎么样读了 那么argument writing也一样 大家除了要阅读前面那一部分 也要重视一下后面那一部分 因为后面这部分会指导你 这个direction 你要写哪些内容 你这些内容涵盖哪些方面 如果你少写了 那你的分数自然会低啊 因为你的内容不完全 那么大家可以带着 issue writing那个方法 去读一下OG里面的几大块 argument writing的几个 可能出现的这个direction 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 不做分析呢 因为是argument writing 出现的direction 相对而讲比较一致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例题 可以简要地看一下 我们怎么读哈 write the response in which you examine the stated or unstated assumption of the argument be sure to explain how the argument depends on the assumptions and what the implications are if the assumptions prove and warranted 要写这么一个东西 在这里面要怎么样呢 要examine the stated or unstated assumption 要找到 对吧 要审视这些 说明和没说明的一些assumption 我刚才说了assumption 有一些东西 你可以从文字上推断哈 有一些东西 可能能呈现在文字上 大多数不能呈现在文字上 要通过推断的 那么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都examine出来 be sure to explain how the argument depends on the assumption 还要写什么呢 去解释一下 这些论点是怎么样基于 这些assumption出现的 and what the implications are if the assumption prove and warranted 那么这些 如果这些假设是错误的 那会导出怎样的一些implication 会有哪些其他的情况出现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有三个问题 需要大家回答是不是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direction中 看到我们解答 argument writing的核心 核心就是要找到assumption 对吧 还要分析哪些 这些assumption是否都是合理的 那么这些assumption 如果失效的话 会导致一些怎样 其他的结果 那么我们从assumption 这个突破口 就可以去阻止我们文章的内容 那么找到assumption 其实不是一件 那么容易的事情 很多同学 可能前期的话 对逻辑谬误的认识不彻底 或者读题比较 这个模糊比较懒 那么就没有读清楚 没有找到 那么有一些 可能逻辑思维比较擅长的同学 可能马上就能找到 而且能找的比较全 找分析的比较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模范的这个同学 是吧 他是怎么样分析和找到这些 找到和分析这些argument writing 这些argument和这些fallacy的 好 六分范围我们来看第一段 我们看他怎么开头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段话 并不像issue writing一样 说先陈述现象什么的 因为其实argument writing的写作 还是稍微模式化更重一点 对吧 我们其实可以上来 就直接开头 可以上来直接就开始分析 有哪些是失误 有些是哪些是不对的 或者是哪些是有fallacy的 然后就直接开头 直入主题 但是这个同学呢 他其实还是做了一个开头 这个开头呢 有余地的同学可以去学习一下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 比较麻烦 无法理解的话 大家还是可以直接就上来 就开始写 不用去顾及开头什么的 因为在argument writing里面 开头没有那么重要 那么这个同学的开头 是怎么样一个思路呢 他首先呢 还是while这样的话 他先用while it may be true 比较礼貌 比较用了一个hedging 比较礼貌的把这个 Mason City Government的 这个decision 先带了一笔 然后呢 就点出了 他的逻辑错误 一个总括型的 doesn't make a cogent case for increased resources based on river use 对吧 他没有给出一个特别完善的 特别合理的这么一个论据 那么这个其实是 this author's argument doesn't make a cogent case 这个地方是他给出了 一个总括句 就是他所有底下的分析 都是去支撑 这个other 这个uncogen case 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那么后面呢 他还说了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why city residents would want a cleaner river 他说了一下 他说我们可以很清楚 很容易地从这里面了解到 为什么这个城市居民不愿 城市居民希望要一个比较清澈的河流 但是这里面很快来了一个转折 去呈起下文 but this argument is right with holes and assumptions 但是这些论证呢 都是漏洞百出的 然后还有很多的sumption 很多的假设 所以呢 并不是很能 不是一个很强的论点 无以支撑 这个作者所在这个文章中 给出的结论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的开头中呢 他带了一下这个文章中的一些 结论性的东西 但是同时呢 通过转折 去加强陈述 这个文章里面的例子是不合理的 文章中的论据是不合理的 同时在最后一句话中呢 乘起下文 点出了一些关键点 not strong enough to lead to increase the funding 那么这个开头 大家可以学习 在开头中呢 通过一些语句 然后去引导后面文章的进行 对吧 可以直接点出来 这个文章中有很多问题 或者说这个文章中有哪些问题 主要因为什么 然后底下再把这些问题 一一罗列出来 这是可以学习的 好 那么下面 好 大家可以看到前两句话 其实第一句话是什么呀 第一句话是他陈述了 在文章中 这个作者做了什么事 这个作者他做了什么事 他citing surveys of city residents 对吧 他把这个 他点名了 这个作者的这些论证 他是基于 这个调研而进行的 但是呢 他第二句紧跟着 马上反驳 但是这个事情做的呢 是不清晰的 the scope and validity of this survey 对吧 他又把这个东西 在第二句话进行了阐述 告诉读者们 诶 作者做的这件事情 是unclear的 因为什么呢 哪些方面是unclear呢 是scope and validity 所以前两句话 他总起了这整个一段话的内容 涵盖整个一段话的主要内容 那么最后 之后呢 他用这个for example 去紧密连接 他给出了例子 是吧 the survey could have asked the residents if they prefer using the river for water sports or whatnot 因为 他之前点出了这些 是不清晰的 所以他后面就给出了 这些 有哪些地方不清晰 他后面给出了一些 详细的例子 从这儿 从for example 到这个 the sample may not have been represented of a city residents asking only those residents who live upon the river 到这儿 都是在讲 这个例子 这个survey是为什么 不清晰 这个survey不清晰在哪儿 然后呢 the survey may have been ten pages long with two questions dedicated to river sports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作者很聪明 他想到了很多关于 这个survey的因素 他把它都列在这里 所以能够让考官明白 哦这个孩子 真的是特别的懂 这个argument 应该怎么分析 他不仅能找到错误 还能找到很多 攻击这个错误的点 找到为什么这个东西错 错在哪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分析analysis的时候 第一句话是要干嘛 要陈述一下 这个作者 原作者在文章中 说了哪一点 你要攻击的点是什么 然后底下 他不对 他不对在哪儿 然后底下给出例子 对吧 给出例子支撑 他不对在哪儿 有具体哪些内容 是不对的 然后最后呢 可以给出结论 我们可以看 Unless the survey is fully representative and reliable it cannot be used to effectively back the author's argument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句型 除非这个 调研报告是 特别有代表性的 特别这个 valid的 就是特别充实 特别详尽的 特别能够让人信服的 那么我们就不能 用现有的这个报告 去支撑作者的 argument 这个其实是一个 所谓的小总结 大家可以看 这一段的论证 仍然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严谨 好 additionally 另一点 the author implies that residents do not use the river for swimming boating and fishing 大家可以注意 这个词 他用了一个动词 imply 对吧 他暗示了 这个地方就是 他又点出了 这个other的第二个 assumption 好 那么我们看到 第一句话 一直到smelly 这个部分 都是这个other 在imply 这个assumption 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作者很快的 就给出了 他的这个反击 while polluted smelly river will likely cut down on the river's boards a concret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sidents lack of river use and the river's current state is not effectively made 大家可以注意 a concrete connection 对吧 一个很严密的 这个连接 是不存在的 对吧 他没有给出 一个严密的 这个联系 所以他在这句话中 用这个词 去点名了 前面这个assumption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 through there have been complaints we do not know 对吧 马上跟这个蓝字 就开始给出这个 细节的这个论证 作者他有错 他不对在哪儿 有哪些东西 可以体现他不对了 然后 to strengthen his or her argument the author would benefit from implementing a norm survey asking a wide range of residents why they do not currently use the river 最后一句话 是不是还用另一种句型 就是如果想要去加强 他的argument的话 这个作者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implementing a normed survey 对吧 他可以做一个这种 这样的 survey 去问大部分的这个居民 去问一个更广泛 范围的居民 为什么他们 那个 现在不用这条河 去做一些事情 对 所以说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段 仍然和上一段一样 运用了这么一个方法 先点出假设 然后呢 点出假设 然后指出他的问题 指出问题之后 给出这个 具体的这个问题 在哪里 然后给出一个 小总结 好 第三段 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个 第三段论证的时候 应该已经自己会分析了 Building upon the implication The residents did not use the river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river's water And the smell The smell The author suggests 对吧 大家看到这个词 Suggests That a river clean up Will result in increased river usag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uggest其实也是暗示的意思 然后呢 他这个第一句话 马上还用这么一个 非常好端 也叫 Building upon the implication 对吧 Implication和Suggest 都点名了作者 这个 咱们这个 六分的考生呢 是在这样一句话里 去点名作者 在文章中所给予的 Sumption 然后后面仍然紧跟着 给出论证 最后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river's quality is able to be improved or not The author does not effectively show a connection between water quality and the river usage 对吧 仍然是给出一个总结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几段的总结的 这个语句 它的句式都是多变的 第一个是andless 对吧 然后刚才那个 我们又是用了一个 条件 条件赵语从记 然后这个用了 regardless of 所以说这个体现 体现了这个考生的 一个多变 是吧 一个sentence variety 体现它的一个 语言功底 其实都不是多难的句型 但是它用的很恰当 而且用的很灵活 很生动 让我们能感觉出 它的语言是 非常的灵活的 然后不是死板的 最后哈 最后一段 我们看看它怎么结尾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argument writing 结尾也并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不愿意结尾的话 时间不够放在那里 OK A clean, beautiful, safe river often adds to a city's property values lead to increase the tourism and revenue from those who com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river and the better overall quality of the life of residents for these reasons city government may decide to invest in improving riverside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however, this author's argument is not likely significantly persuade the city government to allocate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句话里话 前面一段 基本上到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在一些 所谓的这个 一个课套啊 或者是怎么样说 就是他给出了一些理由 他把这个理由 其实都是从文章中来的 都是把这个文章前面的 一些点给概括了一下 但是呢 他在最后 这个强调的部分 用了一个however进行转折 点名了 重新概括了一下 这个作者的问题 作者在这个原文章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 It's not likely significantly persuade the city government to allocate to increase the funding 那么通过这样一句话 去总结了全文 那么其实这个 这一段话 在我看来呢 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 在我看来 它并不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其实它都是一些重复 然后也没有给文章 原文章加强一些什么部分 也没有进行一个 很强的总结 所以说大家如果 平时写文章 没有那么多时间 或者你们觉得 不会给argument开头 不会给argument结尾的话 你索性就把它扔掉 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大家要注重 学习它中间的三段 是吧 中间三段的论证部分 论证结构是什么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